大家好我是史麥 我們這一集要玩的是阿利多斯 阿利多斯種族物質只有400 那沒有一向是有破百的 不過他的特性狙擊手 集中要害的傷害會變成原本的2.25倍 相當於帶了兩個講究偷袋 而且我們這一集沒有要靠賽 我們帶了G7還有焦點金 要害率直接變成100% 然後重新技能選擇的是致命針刺 用致命針刺打死對手 攻擊力會直接上升三階 然後加上要害的2.25倍 這攻擊力直接破表 阿利多斯的速度只有40 所以我們帶了沙奈朵 這場對手是有蜜勒盾的 我們先上美納斯好了 感覺他就會首發蜜勒盾 然後另外兩隻就沙奈朵跟阿利多斯 沒有錯 就是不講武德 直接先上蜜勒盾 那麼美納斯雖然被電是打兩倍 所以我們上他有他的用意 因為我們帶的是太金草 然後帶鏡面反射 所以直接太金草 按下去 鏡面反射 雖然他打我變成減半 反彈下去可能就沒這麼痛 沒有錯 閃電猛充 三分之一不到 超癢 鏡面反射可以打多少 還是打了一半 那這邊他可能會選擇換人 或是打別招啦 那我們 改打冰凍之風 應該也是可以收掉半血的 蜜勒盾吧 好 是福特替換 有鐵換更癢了 所以冰凍之風是可以降對手的一階速度 鐵包服上來了 鐵包服 鐵包服 打我炒也是兩杯 鐵包服 生的速度 沒有電氣場地的關係 所以我們冰凍之風 還是超車不了他 那我們就打鏡面反射啦 而且我覺得他冰凍公司 是打不死我的 沒有錯 可以 10%的冰凍 完了 OK 鏡面反射用不出來 那就沒辦法啦 只能送掉美納斯啦 這樣也好啦 這樣阿利多斯才有表現的機會 這個只有10%啊 吐了 我們就換上莎奈羅來開空間啦 好險他的蜜頓也是半血了 感覺阿利多斯是有機會穿山的 那這裡就先把空間按下去 繼續冰凍光束 一半不到 他這種也有可能是講究系列的 我們就領別禮物吧 降他的特攻然後換上阿利多斯 阿利多斯上來先聚氣阿 聚氣之後直接打 致命針刺 應該是可以收掉鐵包袱吧 不要再被冰凍就好了 不要再被冰凍就好了 聚氣下去之後 腰害率就變成100%了 然後換下了鐵包袱 OK 你被領別禮物了 他也知道打我會很癢 他也沒有想要拼冰凍的機會 換上蜜勒盾 但是蜜勒盾是沒有閒置機的吧 我這邊空間的關係 我會比他先行動 蜜勒盾半血而已 來 致命針刺的機會來了 只要收掉的話 就是加三階的攻擊 OK來 直接戳死了 漂亮 蜜勒盾倒地 直接攻擊極大幅提高 這裡沒有靠賽 這個是 要害率加三 100% 鐵包袱上來 這裡他的速度 也還是比我慢 直接是 易中要害的狀態了 那我們打穩一點吧 就獨擊了 那我就致命針刺 也是可以收得掉 而且我們傷害也夠了 太金剛 完了 不要太金剛吧 太金剛化變成免疫 好險 太精神 獨擊 直接秒了 雞大幅提高 加上100%的要害 2.5乘以2.25阿 是5.625 乘以80 所以我們傷害是450阿 好狠 最後一隻是鐵側機 鐵側機的話 我們就要打突襲了 反正我們的空間剛好結束嘛 速度也比他慢 OK 突襲 蛤? 沒死 完了 地震 這樣沒死 太硬了吧 好險他有66滴 誇張 那我們繼續突襲阿 所以剛才威力400 我是還沒有乘以本系耶 本系 乘下去是600多的傷害阿 突襲的話是因為沒有本系加成阿 所以 再養一點 這樣竟然一發秒不掉鐵側機 這場我們就先出莎奈朵了啦 然後再上阿利多斯 最後是出迷你Q吧 迷你Q可以打 超夢 空明月 烈空桌 鐵壁榜 首第一隻怨真怨 怨真怨毒氣 打我們莎奈朵妖精 是兩倍 而且他是帶毒手鍊 不過我變毒手鍊 但是我沒有可以命中的技能阿 沒關係 我們就先開空間 應該是不至於被秒吧 OK 好險 完了 怎麼撞毒了 哇 這個是烏尼波的附加效果 看他們空間開出來是 沒辦法按鈴別禮物了 會不會直接被毒死阿 不過好處是 他怨真怨可能是講究圍巾的 那我們直接換上阿利多斯 阿利多斯被毒氣打是減半的傷害 這樣就一樣先聚氣啦 聚氣聚起來 然後待會突襲打他是兩倍 他沒有選擇換人 還是他不是講究圍巾阿 那好像有點不太妙 他不是講究圍巾阿 是酸夜炸彈 這邊特防大幅降低了 那我們就打突襲阿 因為致命真是 是不至於可以帶走他吧 OK 直接秒了 完啦 怎麼是凸凸頭盔 他這個是HB的吧 烈空座 烈空座不知道有沒有神速耶 神速也不一定可以抽掉我啦 沒事 我們就是 直接打過去 毒幾了 唉唷 完了 沒打 中毒的話 這個血量好像也毒不死耶 畫龍點擊 打我是兩倍 那我沒了 這裡就算腳太金化 我也不覺得我頂得住耶 可惜了 傷害就差那麼一點 那是阿利多斯的攻擊 再高一點點就好了 他生命寶珠喔 那這樣 確實是扣血扣到死了 那也可以啦 至少是換掉烈空座 這樣是最後的單挑局了 好 迷你Q 打超夢 這對手太金化是還沒有按的吧 所以我們 就打吸鬧好了 因為超夢很多是太金一般阿 蛤?沒有太金化 新神擊破 而且空間還在 所以他速度是比我還要慢的 喔 我的速度竟然比他還要快 可以 蛤? 吸鬧沒中 沒事沒事沒事 還好我們速度比他快 所以我們可以打太金化暗銀爪 打他是兩倍 總不會這個時候才太金一般吧 應該是沒有這麼厲害 可以 可以 暗銀爪 來 蛤? 他是劈帶嗎? 完了 欸?不是劈帶 什麼鬼這樣衝不掉 那我們這場一樣先出 傷害朵 跟阿里多斯 最後一隻出個惡鬼碰好了 可以打他的瑪莉露莉 還有五道雄獅 然後鐵搖龍蝦 我們草系各種變 第一隻就是鐵搖龍蝦 鐵搖龍蝦 惡系打我們 是兩倍 四英力 四英力的話 他的傷害加成也會變成兩倍啊 這樣我怕我頂不住欸 可是我們腳太進化啦 太進化空間按下去好了 OK 他也太進化了 欸? 要怎麼打仙世技 而且不是打惡系技能 是生命寶珠 空間按下去 哇 他這裡如果不是打水流噴射 打個洩潛水 我搞不好直接忍美了 水流噴射就噴三分之一超過了 那我們空間開下去就按鈴別禮物吧 反正他這邊 打水流噴射我們還不會倒 是牌弱噴射我們換上阿利多斯吧 阿利多斯 最好是不要丟打牌弱啊 不然我的焦點睛拍掉 要拍力就沒有100%了 那我們就一樣先聚氣啦 他被降了 攻擊也沒有要換人 真的不要拍路 OK挑釁那可以 反正我聚氣完之後 也沒有別招可以打啦 也只能攻擊啦 那我們就讀幾啦 自命真刺我也蠻怕收不掉的 OK換人 5到熊石 連擊6 OK 欸 中毒了 我想說這個血量 我們打自命真刺 剛好可以大幅提高耶 結果中毒毒死了 哇 剛剛不知道是好是壞 好處是 省了一回合的空間 那壞處就是沒有拉到攻擊力 瑪麗露莉上來 這邊空間是還有一回合的 所以我們就打毒擊啦 其實剛才這樣也好 不然我們拉攻擊力 打突襲也不一定收得掉 OK 因為他也沒有太進化了 直接收掉瑪麗露莉 那最後一隻鐵搖龍蝦 我們可能就要打突襲啦 因為時空復原 速度比他還要慢 這個突襲給他按下去了 雖然是沒有本系的加成 但也沒辦法 那這次必定要害的了 那還可以啦 因為他生命寶石 真的有蟹琴槌 蟹琴槌 加上四英哩 還有太極水 是有溝通 不過我們就沒算成功一穿三了吧 他被生命寶座扣鞋扣到死了 那感謝指教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